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我读书不只是从2014啦 我从2000年开始就是会读 但没有那么认真 那我到2012年左右 我突然觉得所学的其实很不足 那如果我要扩张我的眼界的话 除了跟很多人谈最快的方式 就在书里面去跟很多的人谈 你就可以跨时空 跨领域 然后跨不同的这些行业等等 那后来我这么做一方面是为了知识 二方面是为了还是为了英文啦 想要练习英文吗 是是是是 然后其实后来就 你开始就是量变带动止变 你开始看到这里面 它其实是在训练你的组织跟思考的能力 所以就变成是一个discipline 变成是一个纪律 就像健身一样 但是但是读英文书一开始会遇到障碍吗 当然所以 还是说比较大的障碍 是我每个礼拜要达成两份这个目标 我其实英文的书是在我有那个目标之前就开始读 那为了让他比较容易读 就是一读简单的嘛 第二是读我真的很相关很需要的 你的动力就会很强这样 很相关的需要是科技业的书吗 科技业或是可能管理 或是说现在可能畅销的书大家都在讲 当时每年都有这样子 所以我其实进入到这个比较定量的这个目标之前 其实已经有一定的看英文书的基础了 OK 好 那我另外一个很好奇的就是 就是因为一盘是做电子科技业的 然后但是他是回归到非常传统的纸本书 你看这今天这厚厚的他家里还有 就是我请他带来 就是我觉得这个跟就是大家印象中的那个感觉 不一样就觉得我是做电子我做科技的 我可能比较多会投入在电子的内容上面 或者是说书为平台的内容 为什么会选择像就是回归到 钻研到书里面去 我是不知道科技业的人会不会特别喜欢用 一定就是用科技产品去阅读吧 我觉得各行各业的人都是吧 然后其实电子只是整个科技业的非常的其中一块而已 它并不是全部 你科技还有资讯 科技还有媒体 那更不用讲到现在很多的科技不管是网络啊 数据啊云啊或是人工智慧 其实都已经到各行各业当中了 那回到您刚刚的问题就是 我觉得电子书 特别是如果透过手机的话 它其实有两个好处 一个就是你可以碎片化的去读 那你就可以跳这样子 第二个东西就是毕竟手机它是多工的 那你看的时候很容易去查东西啊等等 可是它的好处通常也是它的坏处 因为当你很碎片呢 比如说一次就是看这么一页的时候 其实有时候你会失去那个全貌的那个感觉 对就是英文讲的context 所以像如果我拿纸本的时候的话 我拿着我就先看目录 然后我随时随地都知道我是在这里面的哪里 那当然你可以用量化数字去做 可是你有实体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那我就可以比较有个全貌的 随时有个全貌的一个心态去看我现在在的哪个点 这样子 那另外一个刚刚讲到的优点说它可以查 可是手机在手上你基本上就很容易分心嘛 两下就偷偷去看其他 谁讯息又来了干什么的 那书本呢 其实这个是要训练的 因为一开始 特别是现在的人 你刚盯着这个书可能会觉得很焦点 看两行就想 那当然书要够好看这样子 但是其实那种训练会让你变成是主动式的思考 然后其实久了你会发现被动式的这种consumption 比如说看YouTube看电视 好像很放松 可是有些时候不见得会很放松 但是反而这种因为它会强迫你脑子去发挥想象力 那会运动到你平常运动不到的地方 那反而会让你有一种输压的感觉 所以这样我刚刚听起来就是觉得如果是从电子或电子产品 或者是说数位内容 听起来比较你会把它定位为被动式的接收 但是书是主动式沉浸式的阅读这样子 其实我最近有一种形式我也会就是有声书Audio Book 特别是如果是作者自己去读它 比如说前一阵子Michelle Obama 他的Naven should be coming Michelle就是他是自己读的 那你会觉得哇第一夫人在那里 听到作者真身 是那个感觉之外 而且他讲自己的故事 每一个作者说自己的故事就是不一样 哦OK 好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大家看到今天前面那么多的书 我那时候请易盼来说 我们今天要来谈阅读谈书 请他开一下书单 我吓傻了 因为他开的书单全部都是大部头的书 然后我刚刚在跟他讲 我说你开的书单都很厚 都大部头的书 然后他居然跟我说 这哪里有很厚 这就要定义很厚的书了吗 好 然后重点不是厚不厚 他看的书的种类非常的广泛 不是只有科技业 我看到他开的书单里面有很多 除了管理类还有历史类 所以我想要请易盼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你当时在选这些书的时候 你的 你第一个标准会是什么 就是那个好看 或者是挑起来我决定要读 研读它 是为什么 我先讲当时的 然后现在是从后面看过去的 就是一开始你比较像是一个挖宝的心态 所以我没有预期会挖到什么 你看到什么有趣 人家跟你讲什么 或者是你在另外一本杂志读到 或者是你读一个作者 你觉得他的观点很有趣 你就再去多读他的书 或是他提到里面其他 所以一开始不是说我有系列的 我一定要看这个 看那个就是我读到哪本书 带到哪一个 但你一开始会想说好假设我一年的目标是 就是一个礼拜一本 或是一个礼拜两本 我一开始想说那我是从 先从就是Amazon畅销的东西去 畅销榜上面去选是这种方式吗 我有很多来源 Amazon的推荐当然是一个 然后这个纽约时报也是一个 经济学人杂志也是一个 然后很多 其实Bill Gates他也有他的书单 对他每年都会看夏季冬季这些书单 所以然后我的同事啊朋友啊 然后大家给的就会比较多元一点 因为我的目的并不是读了某一个 topic要去考试 我的目的是为了多元 那我就一定要很有意识的去经营 那个多元的书单来源 好那我们带了书不能白带 所以我想要请他今天特别带来的书 一定都是对他特别有意义的 就是在这么多书里面 就是我看到的有传记也有历史 可不可以就是请你介绍一下 就是你觉得就是别人推荐过的好书 或者是说你自己觉得很有意思的书 有哪些 那时候你要我写一个就是别人推荐的书 我就先从那个开始 OK 这一广书 Bruce Lee 李小龙大家都知道吗 对不对 这个是2018年出的书 然后是我同事推荐给我的 那因为我自己有在打拳击 所以我会觉得很有兴趣 是 那而且这里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这里有一页呢 是非常珍贵的照片在这当中 他虽然写的是李小龙自传 可是他讲的他从小开始 这一页呢 是李小龙在跟叶问在学 所以这边这位是叶问 是就有点失望 因为是生子丹的 对我们想象的叶问 应该是一个妈手 不是真的叶问 对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先生 对啊 真的耶 怎么这么可爱 对 那我看这一本书最后 其实不是在看个人传记或他的历史 因为毕竟他那个年代跟我年代不一样 可是我在这里看到一个跨领域 然后把他 就是发挥到淋漓尽致的人的一个厉害 比如说他就是很会交朋友 很会打架 然后他就把他那个有点延伸到 他去跟不同行业的人 不同的类别的人 或是甚至后来的跟好莱坞的明星 打交道的一个方式 就是谈中国功夫吗 对 那个其实也是timing 像他那时候学功夫的时候 是功夫正要起来的时候 可是其实很好玩 他学了他也没有好好去比赛 因为他就坐不住这样子 那于是呢 他又去学cha-cha 又去拍电影 因为讲得帅嘛 然后又功夫 就他后来把这些融合之后 其实功夫就变成不是一个 好像是健身的东西 他基本上变成一种表演 对 那刚好那时候西方在好莱坞那边 他们对这东西有好奇的 对中国文化是是是是 所以你用这种方式去present 所谓的他的中国文化 或是功夫的文化的时候 就很有新鲜感 再加上跟那时候可能比较 大支的外国人这样子的对比落差 对就很有新鲜感 就我虽然没有很很重的muscle 可是其实我还是很有力气的 我就是没有到以一打十这么厉害 但是就是最起码架势摆起来不输这些muscle男 所以他就是把表演把这个舞蹈把这个跟人交流 然后功夫等等 然后中西两边的去混合 因为他也不能太中式 那你太西方那就他们也不需要你 所以他就是把各种各样的行业东西融合的非常精炼 但是最后把他融合的很漂亮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他是跨领域的高手 所以这本书对你来说 其实在传记上就觉得我可以看到很多不同 就是其实是中西方的融合的思想上面 到底我那时候怎么样把功夫推到西方的一个过程 我觉得他的想法很前进 因为当时在学武术的估计都是说 那怎么达到哪一场冠军啊 拿到一个钱 可是他看了可能是更远的 好那还有就是我们其实那时候也在聊的时候 也希望说伊盘推荐一些他自己很喜欢的读者 然后他推了一个读者 我自己个人也非常的喜欢 我们差点聊一聊到聊开 聊到就是A忘记要录影了 好就是这样叫直播 所以那可不可以请伊盘 其实今天我带了他其中的一本书 叫做注意力商人 但是其实我这个作者写了不止一本啦 就是他是听悟的书 那我们请伊盘来介绍 我是第一次看到他的中文名字 吴修明 天沃 对 我第一次读他的书是一本叫Master Switch 中文叫做 谁控制的总裁 他基本上讲的是资讯科技 这么几十年来 每一次每一次的循环 可能从radio 可能从电台 然后到这个电视 到cinema是电影 然后到现在网络 或甚至是电商 或甚至是这个后面的像电信等等这个产业 你会发现他每一次都是从很多这些startup开始 然后进入一个战国时代 然后好像有点点泡沫 然后最后又胜出 结果就开始有一些垄断的行为 那每一次每一次就好像一个总开关 又再来一次又再来一次又再来一次 那你会觉得看那个 你会有一个历史的scope 在看资讯产业或是科技产业 这个虽然跟我有关的嘛 那你从这当中历史虽然不见得会百分之百重复 可是他总是有一些东西 你可以从里面借进 我其实看他的书 我自己觉得是一个爽感 他每次都在骂脸书啊 骂这些 骂科技巨头 包含他 就是他最近在 最近有一本书 中文版出了叫巨头的组织 他也在骂就是批评这些 就是这些数位巨头在做并购的时候 其实并不是会去想到大众的利益或什么 就是非常的 就是在在批科技巨头的时候 我自己看是非常有爽感的 其实他那本书 我觉得提到很大一个重点 因为我们过去对于什么是垄断 什么是IP智慧产权权 那个定义其实在数位时代 其实已经不太合理了 因为比如说 以前你垄断 你就是非这个不可 你没有选择的权利 可是其实你如果按照社群媒体来讲 你不在里面 他也不会绑你啊 可是因为你有很多的data在上面 所以你其实是有无形的 这个投入成本在当中 那所以那个 可是问那个成本没有计算价值 那变成 而且那个data到底是你的 还是是Facebook或是其他人的 这个就变成是很有趣的话题 就是变成说 其实什么东西都 你都被绑在上面了 你什么时候被他控制了 你其实自己是不知道的 而且你没有办法用以前所谓垄断的那种规条来审视 因为如果有的话 他没有垄断你啊 你又选择不要在这上面 嗯嗯嗯 好 然后接下来就是 这本我觉得也蛮经典的 就是第五项 大家看到的第五项修炼 但是他还带了另外一本 非常就是 古老 原本你说他是 对我应该是1998年的时候买嘛 嗯 对 那时候我第一次读的时候 当时我的确觉得是很硬 因为我觉得好厚喔 进了三百多页这样子 对我就慢慢慢慢的把它读完了这样子 对 第五项修炼对你来说 因为第五项修炼其实是 在经理人来说是非常经典的商管书 他在讲组织学习这件事情 今年特别吗 没有说非常经典 非常经典的商管书 那他讲组织学习 那你自己那时候在看的时候 我当时读只是因为他是畅销书而已 就想要了解到你在畅销什么 对不对 刚后门就是人家讲的都要听这样子 那那时候我读了 我就觉得一个很 那时候觉得有个insight 就是学习这个事情 或是我们讲组织 因为过去的组织管理很多 毕竟是比较在讲效率等等 可是他讲的是learning 那他里面讲的比较不是效率 讲的比较是系统性的思考 然后整个组织 你怎么去看到你组织的盲点 从这里有所学习 那我今年又去把中文版的拿回来 再买了一本 然后把英文的找回来的原因 是因为我这两三年 读了很多人工智慧相关的书 那人工智慧现在开始 进到各行各业的时候 大家都讲说 不只是人要终身学习 其实你的组织也要再造再学习 那你要知道 其实人工智慧现在有个很重要的技术 叫做machine learning 就是机器学习 我就问我自己 当机器学得这么有效率的时候 我人跟组织的学习 是不是也要换一些方式 所以我再回来读 那他中文版翻译得非常不错 这样子 那我的感觉是 其实不管是个人 或者是组织里面 机器学习已经会是一个必然的部分 所以你要思考的就是 怎么样让机器的学习帮助你一些 然后让你可以更释放你的时间或你的精力去很有策略性的去看到我要学习的点在哪里 或是我系统性的盲点在哪里 或是我系统当中哪些东西我可以自动化但哪些东西我应该用创意 所以我觉得他还是relevant 他还是一个重要的一点 所以其实这个对于蛮多中高阶主管来说 就是其实你任何时候读 20年前读 10年现在来读 其实他都会有新的收获 尤其是组织学习怎么样让组织更进步这件事情 我觉得甚至很多中高阶主管可能 我自己会认为他很搞不好的话要列为必读的一本书了 好 然后这本书其实也是一盘被列为就是book I will revisit 就是我就是会在 我那时候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 我说我们如果之后要来谈书啊 会谈说就是你一生中必读的书 或者是说你在荒岛里面要拿的这本书是什么 他马上就反驳我 他就说我去荒岛干嘛要带书呢 我说嗯说的有道理 带一个Wilson牌手可能都还比Wilson牌手可能都还比书有用 但是这本书会是一盼就是在10年后或20年后 都还可能会再重复就是反复翻阅的书 只要我不在荒岛上 马上被漂漂打脸 好然后最后还有就是这个是历史相关的 我觉得看历史相关的我也觉得蛮压 因为就是我不知道就是科技人 或者是说科技跟历史的关系 就是我们现在来看历史这件事情 为什么你会对历史这个东西特别有心 这里有两本一个其实延续你刚刚讲 我会一读再读的书 这一本叫Lessons and Leadership 它是一个犹太的拉比写的书 但是它写的不是宗教信仰什么等等 它是从这个摩西的故事里面去引发出好像57篇短文吧 然后再讲这个领导力的不同层面 那我觉得它很棒 因为它讲的不是道理而已 它讲的是那个你的心思意念你的态度跟它的reality 所以这一本是我现在到现在还会常常回去翻的 床头书就对了 对真的是放在床头的床头 而且我买了大概三四本送给不同的人 大力推荐 很希望哪一天有中文 就是你觉得读了之后会让你心灵得到平静 我觉得是会让我有启发 因为比如说很多人讲领导力是 比如说很有strategy 然后怎么样 他讲领导力是一种承担的勇气 他讲到的是领导的真实面 就是不是那个讲得好像大家很开心啊 然后拍拍手这样子 他讲的是非常非常真实的那个面 那你怎么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 所以其实他是给很辛苦的主管 就是每天被员工呛都不行的主管 想说好 我要就是我翻一下这本书 我内心可以得到一点就是 有几篇是这样子 那有几篇是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是所谓的主管 他就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所谓的权力跟影响力 他说权力的数学是除法 就是你越分就会越少 但是影响力的数学是惩罚 像知识像爱像关怀这些东西 其实是越给越多的 那他说不是每个人都有权力 但每个人都有影响力 所以你可以从你自己个人的leadership 开始去思考 不是只是想说主管怎么样啊 对这是一个 那另外一个是我今年发掘到的书 这也是这是老板推荐给我的 你的老板 对 老板也蛮对 对那这本讲的是从世界史坐标下去看中国 那因为我们在台湾大部分都读过中国史 可是我觉得这本很棒的是 他是从世界史的角度去看回去 那他就会讲到说各种朝代 比如说秦朝之前的结构跟清末现代的中间的这个为什么会有一种鬼打墙的感觉 那他就是讲这是结构性的问题 从地理上从人文上 然后才去影响到他的文化等等 那我觉得很棒的是因为他把很多当时对比西方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 不管是他的地理条件因素或者是其他等等 他去做一个对比 而且他没有悲情在讲这个事情 就是很实事求是的就是我从一个比较大的架构去看中国近代 我觉得应该是中国近代 他从过去一直到近代 就是把从这个脉络把它输一遍 我就告诉你这个世界跟这个中国在互动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 所以我这本书我最大的take away就是说 其实你要不断不断交流 那个文化才会进步 当你是一个很封锁的状态的时候 其实你就不太容易能够往前了 那我会推荐这个原因 因为现在这个中国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力在 那我觉得去理解他们是重要的 就不要一开始就想说 听到中国两个字我就超级无敌批 我觉得在批评或是在去做一些说话之前 话展开你的就是评论之前 其实我们先适度地去了解某件事情 对你来说不管是架构观或者是思考观 其实是好的 就是不要 他是一个大物作者写的 那我觉得他写的并不关强 所以我觉得我们就心胸开放一点 多去了解人家的相识 OK了解好 最后其实我想要问就是 比方说我们读这么多书 听起来对你来说读书是一件很easy的事情 我每天不会回家被就是追剧或是最公事 或者是新闻这些所干扰 我需要我如果像我如果需要 我如果想要培养所谓的阅读习惯 或者说每天就是翻两页书 或者是我可以选比较对我的生涯有帮助的书 我到底要怎么样去培养这个阅读的爱 我觉得培养任何的习惯就是去设定一个你觉得你可以维持的 那有些人多有些人少 那都没有关系 就是你要做一个你能够维持 那维持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 比如说你一天就是读五十页或是一张 这样也可以 但是你就是要维持这样子 那另外就是我觉得选书 为什么我后来去开Vlog 就是我想让大家有选择 不然很多人是很想要 可是他不知道什么书很好看 他很怕被雷到这样子 那因为我以前被雷过 我现在比较知道怎么选 所以是不是我这个经验可以帮助大家一下 对那再来其实好看的书 你之前有问过我说什么是好看的书 其实好看的书真的跟追剧一样 我看Bruce Lee那个我觉得我好像在追剧 你知道吗 而且因为他不是画面呈现给我 我的脑子一大堆脑补了 就发现就应该是这样吧 应该是这样子 其实那种乐趣感有了之后 就是像你讲爽感有了之后 你有纪律加上爽感 然后再会有点点成就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它动起来 所以现在翻书大概五秒就可以判断 这是翻书了吗 我必须看一下它的架构 它的推荐它的目录 我会去看 我觉得选好书有个前提 就是我看它的topic是什么 要不就是它是一个新的topic 或者是一个旧的topic 可是从一个新的观点去解释 或去思考它 OK 所以是从主题 或是从一本书的角度去研判说 这本书可能会有比较新鲜的东西 或者它的脉络是比较大的 就为什么你会想挑这个话题 写一本书呢 这个会让我有兴趣 然后再来就是看它的那个目录 你就知道它的架构 我怎么去解析这个问题 那最后当然就是写作的技巧了 OK 好 今天非常谢谢伊盼来跟我们读者介绍这么多的好书 也谢谢他跟我们读者分享阅读习惯 那如果大家对于就是这些书有兴趣的话 或是对阅读 或是对于市面上新书有更多的想要知道更进一步的话 也欢迎来到我们经理人月刊新书快读的网站 或是经理人月刊的网站 上面都有蛮多好书可以介绍给大家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了 谢谢大家收看 谢谢 拜拜